6月的梅雨季终于盼到了 像西南气流一样接手在台湾上空 至于古超台风 距离台湾大约东侧有1380多公里的海面上回转 对台湾跟日本目前是没有威胁 台风虽然持续在增强当中 但是要注意的是紧接而来的梅雨旺盛期 配合西南气流的输送水期 会有一星期左右的剧烈降雨 古超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 中心气压980百帕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8公尺 7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 10级风暴风半径50公里 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亦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宜兰县山区已经有局部的豪雨发生 昨天晚上南投地区以及彰化以南山区 有局部的大雨发生 天气高温炎热 9日中午前后台南市近山区 或者是河谷为橙色灯号 依然会是36度的高温几率 高雄市近山区和河谷之间是黄色灯号 请特别的加强注意 让我们一起台风追追追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